这里有两个简单的问题,我就给大家解答一下。 这个是跟启示录没有关系的。 暗常理是不解的,因为跟启示录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是恩典。 所以在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解答这些问题。 一个基督徒因为教会的牧师或者讲员在主的崇拜讲道, 可能太浅或者太深,或者不好听,就不去主的崇拜, 怎么去开导他,但他会自己读经上网。 其实我们去做礼拜是敬拜上帝。 讲员讲得好,我们感谢上帝。 讲员讲不好,我们也感谢上帝。 讲员讲得好,我们感谢上帝,为神借着祂的仆人教导我们。 讲员讲得不好,我们感谢上帝,为祂借着祂的仆人逃造我们。 所以在磨炼我们。 所以这是事实,除非他讲歪理,除非他偏离真道, 不然我们实在是要跟主的仆人配合。 怎么帮助主的仆人讲得好呢? 其实有很多方面,你为他祷告。 如果你认为他可能一些他准备的不足, 你可以问他说, 牧师,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你做的吗? 那么你可以多一点时间好好预备你的讲道。 如果你觉得他不精彩,可能他看书不多,买书送给他。 买书送他,这是真实的。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教会的弟兄,他的牧师讲道,他讲得不好。 他牧师下来的时候,他对他牧师说, 牧师,从今天开始,你买书我还钱。 意思是鼓励他多看书。 那么当然,上帝的仆人每个人所领受的恩赐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但为我们这些做主的仆人的,当然我们要常常鞭策我们自己, 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 至少我们要言之有误,至少我们要按照圣经的真理。 那精彩不精彩,这不是绝对的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学习的。 那如果你只要听好道的话,那你也是很自私的。 你是为自己,你不是为教会。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当然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这个问题已经是,不是你的问题。 我们十多岁的时候在教会就有这类的问题了。 很多人都有这类同样的问题了。 但我们还是靠着主的恩典怎样来到上帝的面前。 有一件事情你发现到,开德式的人,他如果很小心开车,做得很舒服。 但是如果他很鲁莽开车,你会做得很辛苦。 不管哪一辆客户你会祷告? 那辆鲁莽的客户你会祷告,对不对? 你会更亲近上帝。 如果按这样子看,那个鲁莽客户的可能在天堂奖赏很大。 其实我们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上帝借着一些讲言 他们讲的不好 但就是提醒我们 那他讲的不好 可能就帮助我们自己去追求 更多的追求 那么我们反而可以更加的成长 但是如果有好的讲言 当然我们也感恩 所以一定要 那么你说我自己读经啊 上网听到这些 这些只是你在知识上的装备 你没有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 你不属于基督的群体 你如果说爱主跟随主 你就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 很多人说我跟随基督 那你跟随基督就应该在教会 所以如果你跟随基督 却不在教会 你是自己欺骗自己 你如果愿意往你的内心看的时候 你在自己欺侯自己 因为耶稣基督说 我们爱主就爱主的教会 这是不能够连开的 因为基督是什么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那么你不能说 这个全世界全新加坡这么多的教会 你没有连一间教会 你都没办法找到可以 没有吗 那你很独特了 那怎么办 那你就要开始教会 你自己要开始聚会 找人来聚会 一定有一个教会 你可以找到适合你的 一定有的 那你生命成熟 一定可以跟其他弟兄姐妹 同性和义 兴旺主的福音 当然乱七八糟的 我们不要 如果他教会已经偏差 离开圣经的真理 我们又不能起影响的作用 我们又不能在里面 我们也不要在里面 搞革命 斗争 没有意思 浪费时间 那你可能到别的地方 去聚会会更好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不是单单靠上晚听到 这些不是知识的增加 跟弟兄姐妹的团契 一起的敬拜 侍奉 都是很重要的 不是单单 信仰 不是单单讲道 听讲道知识 信仰是整个生命的成长 第二 神给我们父母 但父母都很唠叨 圣经有很多重复 再重复提醒 天父如此 父母也应该如此 是吗 他的意思是 父母唠叨跟天父唠叨不一样 这两个唠叨不同 父母的唠叨 有时候是孩子造成的 你讲不听 父母就在讲 所以他从小你就不听 他从小就重复 所以他一直重复 所以随着年龄的增加 他当然会连利息算进来 就越来越多化 就是因为你没有 他一讲你就听 如果一讲你就听 你就怎样 他就不会再讲下去 所以有时候父母的唠叨孩子有责任 第二种是父母深信就唠叨的 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说他做 有些人没有做父母也很唠叨 对吗 有些人你认识的 十多岁而已就很唠叨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唠叨有时候是一种个性 不是不是绝对的 但是如果是孩子的的的年龄 孩子要改变 如果是病态的话 我们要要很小心 要很谨慎 所以因为唠叨实在是很 使到人很辛苦 天父的唠叨不是这样 天父讲的话 讲得刚刚好 一句不多 一句不少 每一句话神都炼尽 所以我们上帝给我们一本圣经 如果上帝唠叨 这个世界都装不下圣经跟你讲 所以神给我们一本圣经 刚刚好 所以不同的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 有时候自己要很注意反省 我是不是讲太多话了 有些话点到为止 按情况 你要求圣灵给你智慧 你要顺着圣灵的引导来行事 但有时候也是要一种操念课字来操念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没有绝对的答案 好 那我们继续的看下去的就是 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的下半段说 有十脚气头 在十脚上带着十个冠冕 气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好了 我们知道这个兽有十个脚跟七个头 你还记得启示录十二章 大红龙也是什么 是七个头十个脚 我们上次有提到 敌基督跟魔鬼是相似的 一个是注重那个气头 一个是注重那个死脚 敌基督这个兽是注重这个死脚 那我们现在问了 这十个脚气头代表什么呢 所以很多人从启示录十三章一开始 读的时候 就要尝试从十三章去理解死脚气头 那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从整本圣经去理解 这个死脚气头是什么 那我们就要从最早的淡以理书开始讲起 也就是说淡以理书是启示录的背景书 你越懂淡以理 你就对启示录所讲的就更多的明白 所以我们就回去淡以理 当然我不可能讲全部的淡以理 我把淡以理重要的那一些部分抽出来 跟大家讲一讲 那我尽量讲得慢 你尽量听得快 那么目的就是让你 因为来到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难处 因为你在观念上 知识上 认识上 需要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淡以理是在巴比伦的时代做先知 神把他放在很高的位置 在巴比伦王的旁边 他做宰相 神给他智慧 那我们在淡以理书第二章读到 这个他的巴比伦王曾经做了一个梦 有个大的金像的梦 记得吗 好 你回去好好读淡以理书第二章 我现在大概把它讲一讲 其实这个金像是关系到人类历史的发展 你去读的时候会知道他都在讲人类历史的发展 这是一个意象 另外一个是淡以理自己做梦 在梦里面神给他的意象 那是来到淡以理书第七章 亦梦到四个兽 这四个兽呢 第一个兽是狮子 有翼的翼翅膀 第二个是豹呢 第二个就是这个熊 这个熊有悬着三根肋骨 第三个是豹 然后有四个鸟的翅膀 然后再来的第四个兽 其实没有讲是什么 这个是多话出来了 第一个兽他没有讲他的形象 不过他头上有十个脚 十个脚中间又有一个小脚 我们就来看 其实当这个金像一讲出来的时候 就是从但以理的时代 神给他们未来的启示 包括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但以理就把这个金像给他解开了 这个金像有一个金的头 有银的胸 有这一个铜的肚子 然后有铁的脚 然后有半铁半银的脚掌 最后有十个指头 然后有一块石头飞过来就把它打碎了 就是讲到什么 这是将来历史的发展 所以但以理就跟他解释了 其实他的头就是什么 巴比伦 那这个金头就是巴比伦 以后银就是马代波斯 接着下来 巴比伦之后就是什么 马代波斯 马代波斯之后 那一个铜的铜的肚子就是什么 希腊 然后那个铁就是罗马 那罗马呢 还有罗马 后来罗马 罗马版图的帝国 也就是罗马帝国的那个版图 以后陆陆续续会有的 所以几个已经 已经就历史上已经发展了 那么十个脚的指头就等于什么 十个王 也就是什么 以后我们看到的十个脚 来到启示录的时候就变成十个脚 来到第四寿的时候就变成十个脚 但是在巴比伦的像是十个脚的指头 最后那一个大舌头就是什么 上帝的国度来到 把人类的历史怎样重新改写 这就是整个历史的世界的发展 所以你大概有这个印象 但以你在写的时候 只有巴比伦 马代波斯 希腊 罗马 都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今天看回历史 圣经真的是什么 很奇妙 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们现在回去看一件一件的出现了 巴黛波斯过去了 希腊过去了 罗马过去了 但罗马 罗马帝国版图的那些国家 今天还在 就是今天的什么 欧洲这些地方 那么十个脚趾头还没有出现 它已经有了 那是哪十个脚趾头呢 不知道 还有上帝的国度 这就是未来的局势的发展 那如果我们对照 那四个兽是补充的 那四个兽也是一样 有鹰翅膀的狮子 那是什么 巴比伦 口悬着三根肋骨的熊 那是什么 马代波斯 还有有四个鸟的翅膀的豹 那是希腊 豹很快 你记得 希腊出了一个亚历山大大帝 最短的时间里面怎样 把欧亚非三大洲怎样 给打下来了 就好像豹 豹已经很快了 还加上翅膀 非豹就不得了 对吗 所以它的特性就在这样 然后第四个兽是 讲到它有大铁牙 头有十个脚 那就是 这十个脚就是 那个镜像的十个脚趾头 讲到未来要出来的十个国家 中间有一个小脚出现 那个脚就是兽 那个脚就是 启示录的那个敌基督 所以你大概知道 那你就要了解了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所以剩下什么 脚趾头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来到脚的尾端了 你懂吗 就快要消失了 卡背了 卡背 就是快要 快要结束了 还有第四兽 还有第四兽 其实也是第四兽的 不知道它什么形象 为什么第四兽不知道它什么形象 因为在发展中 圣经的这个启示是很奇妙的 这个像 这个发展中的 你看不出来的时候 神没有给它一个固定的形象 也就是它什么都可能 不过它是在罗马帝国版图的 所以很有可能就在整个欧洲共同体 欧洲的联盟 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个国度 好 那我们就大概了解了 这是 当你里看到的 所以世界历史的进度 已经来到十个脚的指头 其实就是大红龙 跟兽的十个脚 所以 兽有十个脚什么 七个头 我们先讲十个脚 那七个头呢 慢慢等一下才讲 先讲这十个脚先弄清楚 所以但你里所看到的这四个兽 巴比伦 马代波斯 希腊 都出现了 罗马也出现了 但是罗马的版图呢 里面那些还没有出现 以后从罗马的版图会出现十个脚 就是十个国家 其中有一个小脚 这个就是敌基督 那但你里说的第七章的地兽 头就有十个脚 十脚就代表十个什么 十个王 一元将来人类末世 必有的十个国的大联盟 这十个国的大联盟 到底是十个国呢 还是一个完整 但不一定十个国呢 我们还看不清楚 那么很有可能就十个国家 很有可能是一个大联盟 因为十在圣经也是一个完整的数目 所以是一个大联盟 成为一个什么联盟 那我们还看不出来 不过我们大概知道有这样的情况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小脚 这个小脚是身在第四兽头上中的小脚 这个小脚就是敌基督 以他有口 会说夸大的话 以后你再回去读大利理书 他所形容的就是他将来要怎样 避害上帝的显明 一再二再半再 都是在讲迪基督 那是在大利理时代的预言 来到了启示录 他就变成了那个什么 那只从海中上来的手 明白吗 所以你就有这个小脚 那么这大联盟 从这个大联盟 必冒出一个王来 这十个王国里面 还有一个王要出来 他要向神说夸大的话 改变阶期 圣明交在他手下受苦 三再半 以后为上帝的国所胜 那就是那个大石头 飞进来把他打碎 好了 那么我们读一读这几节经文 这些是刚才先讲的 我们现在读经文 大利理书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至于那十脚 就是从这国中 必兴起的十王 后来又兴起一个王 与先前的不同 他必自服三王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 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明 必想改变戒期和律法 圣明必交付他手 一再二再半再 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 他的权柄必被夺去 毁坏灭绝 一直到底 这个兽这个小脚 他有十个脚 跟他一起长出来 以后有三个脚 不厌力顺服他 他一口气就把这三个脚 给制服了 就表示他是 很凶悍的 所以以后他就统治这个联盟 这就是 底基督要统治这个联盟 然后用这个联盟去统治这个世界 这是未来的发展 那我们正在等候这些情况的出现 我看有一些 圣经学者说 这些但以理第二章不是讲未来的事情 有时候我很惊讶 这些人怎么读圣经的 你明明回去读 他都是讲将来的国度 将来的事情 为什么不是指将来的呢 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 对上帝的话很怀疑 怎么可能讲将来的事情 上帝就是能够告诉我们未来的 以撒亚书就告诉我们 神是知道未来的 所以神让我们知道 看见整个大骑士的发展 你上了几十路后 你就会看见这个世界 就正如圣经所讲的 一致一致的 按照圣经的路线发展下去 所以你今天就不会慌张 你到处听见地震 你不会慌张 因为这是什么 这是演戏 这是exercise 全部演戏 你听见什么 听见这一些瘟疫的事情 他们都在预备自己 各就各位 时间到了 神的时间 这些都要发生 所以你会了解 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事情 那样的事情 这都是末后的时代 好了 这个兽的死角 再有冠冕 就是那个十个王队 这是皇冠 他们表示他们拥有 那这个大联盟 每一个联盟都是一个王在掌管 十个家材是一个大联盟 然后给狄基督来统治 所以圣经很有趣的 它有大有冠冕 你在大里里书第四寿出现的十个角 没有提到冠冕 但是来到启示录就提到冠冕 就是补充它的这个资料了 所以狄基督的死角就代表着十个国家的十个王有十权的王 这十王跟狄基督同时起作王 这十个王以狄基督同盟 以狄基督为盟主 所以他带头 那么 这十个国家其实就是当日罗马帝国版图中的国家 但你里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他说到巴比伦、波斯、希腊 还有末世帝国的出现 所以这个地方 欧盟就是古罗马帝国的版图 欧洲联盟 那今天欧洲联盟出现了一些状况 他们钱不够用 有一点经济上的困难 那你不要小看他们 他们很快就亏负健康了 当他们还很有钱的时候 我们没有钱 当他们没有钱的时候 我们还是没有钱 因为跟他们比 他们还是很有钱 他们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他们会恢复过来了 我们还在追他们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很雄厚的一个原因 所以整个欧洲的情况是如此 将来会怎样 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整个情况是如此 有一些这些作家 他们其实都有一种画这个欧洲的时候 他们会讲欧洲是很多的不同的民族语言 但却只有一个声音 他特别用巴别塔来表达 巴别塔是变乱口音 他们是什么 他们就只有一个音 意思说欧盟可以成为一个声音 就表示他有一个统治者 所以当理书一言 世界的最后一个霸主 正是敌基督 你现在就了解 死角是什么 将来要出现的十个国家的王 敌基督要做他们的盟主 因为敌基督是那个小小的角 在第四首里面 如果你已经开始听到冒惊心了 头冒惊心 回去读但里里书 这个礼拜就二补一下 看但里里书的一到第二章 还有第七章 多了解一点 接着下来我们再从启示录第十七章 又有补充的材料 我们会来到启示录 不过先提一提 启示录十七章第九到十三节 天使就进一步的解释 这十个脚气个头指的是敌基督的政治权势 好读一读十七章九到十三节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 那气头就是女人所做的气座山 又是气味王 五位已经倾倒了 一位还在 一位还没有来到 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 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 就是第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 并且归于沉沦 你所看见的那十脚 就是十王 他们还没有得过 但他们一时之间 要和兽同德权柄于王一样 他们同心合意 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 十七章就补充了 十个王他们得到权势 要跟什么兽一同的这样来作王 那他特别提到 这是气座山 那么这个是很双重的含义 那个气头 先让我们解释一下气头 气头就是气座山 气座山到底是什么 那么其实在旧约的时代的观念 或者在约翰时代的观念 山跟权势跟国度是有关联的 也就是山骑士就是国度 所以气座山骑士就是七个国度 曾经出现的七个国度 那么七个王就是皇权 所以你就知道原来在兽上面的那七个头 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七个帝国 这七个帝国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当然就是罗马版图里面的欧盟 前面都是曾经发生过的 等一下我们会进一步的解释 好 七个王当然就是每一个国家 既然是一个权势 他就要什么 他就需要皇权 那么有些 以后你会读到一些 说这个气座山就是罗马 因为罗马是建在气座山上面 我们不采取这个角度去明白 我们从权势去明白 所以古代的社会 山是指权势跟国度 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 但理书二章三十五节 那个金像给一个石头打碎了 一是金银铜铁泥都一桶杂的粉碎 沉入夏天河场上的康比 被风吹上无处可行 打碎这山的石头变成什么 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这座大山是什么 上帝的国度 所以山跟国度跟权势是有关联的 所以这七座山所讲的 就是这七个曾经在历史中出现的国度 那我们看一看 他说五个已经怎样 五个已经过去了 那五个过去的 我们看一看 在跟以色列有关系的这些帝国呢 第一个就是什么 埃及 埃及曾经尝试病吞以色列 因为这个七个头呢 有亵渎的名号 这句话很重要 也就是他们并不是跟神同样的 他们是抵挡 他们是抵挡神的 他们是敌对 敌以色列的 所以埃及曾经尝试冰吞以色列 亚述呢 是第二个消灭北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 第三就是巴比伦 巴比伦来的时候把南国消灭了 把圣殿也怎样给摧毁了 还把所有的器皿带着什么 带到巴比伦去了 还把那些人辱到巴比伦去了 第四个帝国呢 就是马代波斯 过后就是马代波斯兴起 马代波斯的时候 你记得哈曼吗 他就在波斯帝国的期间 以色列的时代要消灭什么 犹大主 以色列的故事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了 希腊呢 希腊曾经出现一个暴君 安提阿哥帝斯 他在主权164年 曾经进去圣殿里面 污秽圣殿 他们在祭坛上献一只猪 你可以想像犹太人的圣殿 你拿一只猪进去 是很大很大的亵渎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五个已经过去了 那么当约翰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有一个还在 对不对 所以当约翰讲一个还在的时候 那个是什么 那个当然就是罗马 所以罗马就在约翰的时代 消灭一路撒冷还有什么 分散犹太民族 罗马的时代到了主后七十年 把圣殿给摧毁 把一路撒冷居民给分散 好了 五个已经过去 一个还在 还有呢 一个还没有 一个还没有来到 什么还没有来到 复兴罗马帝国 这十个国家 这十个角还没有来到 这个十个角组成的一个同盟 有这个同盟还没有来到 约翰讲的时候还没有来到 现在来到了吗 恐怕就是了 我们还看不出 我们还可能还在等一段时间 不然恐怕现在就来到了 不过约翰讲的时候还没有来到 那么还有呢 他来的时候必须什么 暂时存留 为什么 为什么暂时存留 他留了一段时间 就是要给敌基督 怎样起来统治 那么 然后他又提到什么 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寿 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寿 我们等一下会解释 现在暂时把这句话放下来 就是第八什么 第 他说第十七章的第十一节 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寿 就是第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 就是第八位 他将来要起来怎样 统一天下 就是寿的国度要建立 所以你就开始清楚 看到他所讲的 这个寿的七个头的意义了 好了 七个头你明白了 其实我们今天看 应该讲六个头已经过去了 第七个头还没有来 第八个会怎么样 以后会 以前没有 现在会再出现 这些你大概就了解了 好 那死角又是什么 我们刚才启示录十七章 也延伸了大理理七章的解释 在确定这死角就是什么 末世与敌基督同时期的什么 十个王 因为十二节说 十二节说 你所看见的那死角就是什么 十王 他们还没有看德国 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受同德权并一望一样 所以你就越来越清楚这个情况了 所以就知道 敌基督的国度要出现 那基督的敌基督也是会 好像曾经死了复活 因为他有个死伤 后来又复活了 这次就是这里所说的 先前有 如今没有的兽 所以曾经消失又出现了 不但做联盟的王 他更要做什么 世界的王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敌基督他也尝试复活 所以更要做世界的王 所以你现在比较明白 接着下去我们看十三章第二节 一起读 我所看见的兽 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现在兽就是敌基督的形状是什么 它就是 兽 它是形状像豹 脚像熊 口像狮子 很俗 因为但以理所看到的也是什么 也是这三样东西 但是但以理看到的次序 刚好跟他什么 颠倒过来 但你理事先看到什么 狮子 然后看到什么 熊 然后看到什么 看到豹 但他的重点就是告诉你 这个兽 比那前面三个帝国还什么 还威衰 还威衰 怎么个威衰法 前面那些帝国 狮子就是狮子 熊就是熊 还有呢 豹就是豹 它这个又有狮子 又有熊 又有豹 哇 不得了 对吗 就是说 这个敌基督的形象呢 就是这三种野兽的描写 都是要指出敌基督的 凶残可怕 要像一个人练了所有的功夫这样 你是鹅梅派 你是这个少林派 你是这个华山派的 但是这个人又是华山 又是少林 又是鹅梅 不得了 这样的一种情况 挤所有的力量在他的身上 所以海中兽有豹 有熊 有狮子的特色 有巴比伦 有波斯 有希腊的特色 所以你可以看见他 讲速度 他快 讲胸肠 他狠 讲狮子 他的那个威门 他都有 所以兽就要这样子的情况 来统治这个世界 如果他不这样 他也没有办法制服 怎样 其他的国家 他也没有办法叫那十个王支持他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兽就是敌基督 那敌基督就比前面三个世界的霸主 巴比伦 波斯 希腊 跟凶门可怕 更是记合了这三个霸主的恐怖了 所以他将成为世界的霸主 非常凶恶可怕 这就是敌基督 还没完 我们继续讲 那么启示录十三章第二个后半段一起读 那龙将自己的能力 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 那龙就是魔鬼把所有的权柄都给他 因为这是魔鬼最后的挣扎 他全力以赴 他要兴起这个敌基督 他用这个敌基督 然后用假献之 他要跟神为敌 所以我们接着下去看到他的工作 从十三章第三到第八节 是讲到敌基督的工作 一起读 我看见受的气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吸其跟从那受好 注意这个死伤 这个死伤就表示 这七个头 其中有一个头 一个头受了伤 当然是指最后的这个头了 因为如果他 前面的头已经过去了 就剩下这个头 这个头受伤 为什么会受伤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可能一场战争里面 敌基督受到什么 很大的重创 他就是好像受了这个伤 那么好像是死伤 后来就医好了 人家说他死了 那几天后他又出来 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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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活着 各位朋友各位兄弟姐 我还活着 这就是他的那一个 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因此 启示录就 然后到了 他说 为什么十七章第八节说 你所看见的时候 先前有如今没有 也就是他出现了 又消失了 但是又再出现 所以可以看到 他将来的情况 那么启示录十七章地说 凡住在地上 名字从创始来没有 记在生命车上 先前有 如今没有 以后再有的时候 就必怎样 稀奇 先前有 他出现了 后来又说他 没有了 又再出现了 很稀奇 所以很稀奇的结果是什么 因为敌基督的死伤复活 所以这受死伤都被治好 可能是指敌基督将受严重的伤 但这个伤好像是死了 但魔鬼的能力把它治好 好像从死里复活 但注意 真的能复活吗 我们会 稍后再给大家 解答 但是你可以看见 当时候很多人很稀奇 稀奇就会什么 会拜他 世界上很多的教主 他说他死了 他要再复活 不久前 有一个教主死了 他说他要复活 道指大大张报道 他要复活 他要复活 几天后 他说三十三天后 那耶稣三天复活 他要三十三天后复活 那我就等 等到今天已经六百天了 还没有复活 耶稣基督 是唯一真正能够从死里复活的 敌基督当然也要仿效了 但是他有这个生命的能力吗 生命的能力在谁那里 在神那里 所以他怎么使他复活 他没有能力使他复活 不过他很厉害说骗话 你要了解魔鬼讲骗话 一流 生命不在他的手上 所以这个复活 打有文章在其中 那有些解经家认为 他就是有能力使他复活 但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想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生命的源头不在 不是魔鬼 生命的源头在谁 在神那里 魔鬼有曾经使使人复活的吗 你想想看 整本圣经有吗 没有 他是毁坏者 杀人他会 死人活他有办法吗 没有办法 死人活的就有什么 就有神的先知 有神自己 所以这个敌基督的复活是大有文章 不过无论如何 他总算让全世界人看见 他曾经好像死了 又怎样 又活了 所以大家很好奇 就跟从他了 所以敌基督也可以议成 代基督 他想要取代基督的地位 他也要防效基督死而复活 所以敌基督上也死而复活 来迷惑什么 迷惑世界上的人 所以敌基督是模仿主基督死而复活 那这一点在言文上是非常明显的 他是在模仿 所以因为他说 似乎受了死伤 在言文跟五章六节之羔羊 像是被杀过的 是一样的 同一个文法 告诉我们他模仿基督 所以约翰暗示说 敌基督模仿主基督死里复活的样式 来欺骗迷惑世界上的人 今天很多人听见 一个神迹奇事 他就相信了 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相信了 今天很多人上来做见证 很多神迹奇事 告诉你神迹奇事 你听见 这里有神医 那里有神医 这里有神迹 那里神迹 你注意到吗 很多人都相信 从来没有求证 很多的书记载 有些一整本都在讲神迹奇事的见证 我看过一些的书 他所有的神迹奇事 就好像福音书里面的神迹奇事 眼睛瞎的看得见 耳朵聋的听得见 对不起 我没有一个我相信 你说我怀疑神迹 不是 我相信圣经中 耶稣基督所有的每一个神迹 我都相信 那你说为什么你怀疑那些神迹 我有理由怀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很容易就相信了 但是如果我们一讲的时候 牧师啊 你们不相信神迹 他倒过来说 我不相信神迹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气得半死 我告诉你 我完全相信神迹 如果神不能行神迹 这个神还像神吗 我们的神行神迹 他今天仍然在这个地面上 行使他的作为 但是今天很多教会里面 所谈的神迹奇事 许许多多的谎言在其中 但是我们都很容易相信了 你知道吗 这就在意被我们接受 敌基督死了再复活 这样的一个心态已经在我们当中形成了 清信容易相信 随便相信 这样的心态很快的 我们就开始讲了神迹奇事 神迹奇事 所以有一天当敌基督 他死了复活 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全地的人都相信了 所以你了解为什么整个形势会这么发展 你回去看启示录 你就了解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为 敌基督这样扑路 第四节 又拜那个龙一起读 因为将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寿 他拜寿说 谁能比这寿 谁能与他交战 所以你看 他们拜这个寿 又拜这个龙 甚至龙把权柄给他 他大有能力 所以敌基督就借着奇迹 迷惑世界上的人 使全地的人跟从他 使全地的人这样 拜魔鬼 敬拜魔鬼 他要做的工作就是这样 他起来要让人拜魔鬼 还有 又赐给他一起读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受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 并他的藏目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 而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他 制服各族各民 各方各国 凡住在地上 明治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 生命册上的人 都要拜他 你看 全地的人都要拜他 所以很多东西给了他 给他做夸大亵渎的话的口 有权柄赐给他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 要跟他比呢 不要随便乱讲 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拜他人讲这句 他们已经把他当着神 而这句话其实是应该对谁讲的 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 一起读 耶和华众生之中 谁能像你 只有神能够配的说 谁能像他 但是受竟然就说 谁能像这个受 所以可以看见 底基督高抬自己 说什么 做神 要世人把他当作神来拜 Yes I am God 所以全人类要拜他 所以他到了圣殿里面 所以将来的世界就好像这样 假基督 对以色列人说 I am your father's son 你会欣赏这个漫画 除非你有看《星球大战》 这是David的《星球大战》里面主角 他冒充 I am your father's son 所以很多以后人家奉耶稣的名来 叫人家怎样相信他 所以第一基督的全备能力 源自于什么 魔鬼 是神许可 为完成上帝 审判的目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既然这样 敌基督要管辖全地 所以有权柄赐给他 自服各族各方各民各国 敌基督将以暴政来管辖全地的人 所以敌基督的势力很大 而且任意而行 四十二个月 没有人能够跟他交战 他要做世界的王 所以在生命车上 无份的人都要拜他 所以你如果不是神的儿女 你都要拜他 以色列人如果不是那十四万四千人 如果不是那些信靠上帝的都要拜他 因为人如果不拜他就要受害 所以我们就很自然地问 敌基督是谁 这是一个人 他出现了吗 他到底是谁 我想圣经告诉我们 他是有权势魄力的世界政坛的领袖 他是一个政治家 他是一个世界政坛的领袖 因为他要在联盟里面做盟主 再用这个盟主的力量去做什么 统治世界 他能够统治世界 因为他曾经死了 又这样 又活过来 所以他用这个号召 很多人就公拜他 把他当作王 但你读圣经 你知道背后都是什么 虚皇都是欺骗 所以这个敌基督要什么 要主导这个世界 在政治上有龙在他的背后 要主导整个世界的风云 这个人物到底是谁 会是这位人凶复活吗 会是希特勒在复活吗 我想不会 这只是一个 给我们看见 世界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暴君 这样的暴君只是告诉你 人的邪恶是很可能的 人可以邪恶到一个地步 所以我们不要说 敌基督这种人不可能存在 是可能存在的 这个人凶可能没有办法 跟敌基督的凶长相比 因为他毕竟还是人 但这个兽却有背后 魔鬼的大的力量 所以十三章第九第十节 我们一起读这两节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掳猎的人必被掳猎 用刀杀的必被刀杀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 就是在此 写到这里的时候 约翰忽然间冒出这两句话 其实这是一个安慰 鼓励当时候 在敌基督统治之下的那些信徒们 这个掳猎人的必被掳猎 应该翻译为要被掳猎的人 必被掳猎 那就更清楚了 也就是 约翰说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 就是在此 那这是上帝的鼓励跟提醒 一切要按上帝的计划 怎样完成 有些信徒会受逼迫 被拉去坐牢 被杀害 在那个时代 政治的避害 信仰的避害 是很普遍的 所以他说要忍耐 所以信徒应该怎样 顺服 凭信心 忍耐 接受神的计划 不要用刀反抗 因为用刀杀人的 也必被刀杀 没有办法脱离的 当他统治政权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推翻他 因为这是在神勇士的计划里面 所以信徒在患难中要怎样 要坚忍 所以你就看见 这三邪恶的三位一体 邪恶的三位一体 当然就是大红龙 然后海中兽 然后地中兽 就是假圣父 假圣子 假圣灵 这个是将来整个世界 就是这样子的发展 当然接着下去 就是地中兽要出现了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讲地中兽 我们就等开学后回来 再讲地中兽 那就是讲到假先知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知道 世界正在按照你的计划 向前来发展 你的话安定在天 你的话永不改变 我们知道既然 你的计划按照 这时间来进行 我们也知道 主来的日子也进了 恳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末后的时代 警醒度日 让我们常常 在上帝的话以上 特别在这个艰难的时代 很多的假先知 假教导 已经充滑在这个世界 让我们警醒 借着主的话常常依靠主 来得胜 谢谢你让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 已经得胜 摸鬼的权势 我们能够继续地在地面上 来做主忠心的见证人 为主而活 赐福弟兄姐妹 继续在教会 在生活当中 作严作光 所走的路 有你的保守看估 所谋的事 有你的赐福 所做的一切 荣耀你的生命利益人 我们恭敬仰望主 回家的路保守平安 祷告感恩 奉主圣灵而求 阿们 谢谢